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到这个伤害占比啊 42.4% 如果把这个英雄遮住 我觉得这可能是像沈梦西啊 嬴政打出来的伤害 但是大家看到了 这是一个工具人金铲打出来的伤害 所以永远可以相信九成选手 对于中路大法师的一个判断能力 金铲打了42%的伤害 真的很难以置信 九成对于打输出这方面 确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很多时候感觉九成的表现也没有特别突出 但赛后一看说出数据就非常夸张 这就是他特有的能力 AG这场比赛4比2战胜了狼队 九成拿了两小局MVP 状态很好 要知道在小组赛阶段狼队是小组第一 AG的小组赛是一队的五个人打的 只排在了另一个小组的第四 这场比赛九成和极光都打出了该有的水平 三位新人也是可圈可点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他的对手狼队悦瑟 正是当年和他一起在Hero竞争首发的九宇 2019年下半年很长一段时间 Hero都是九宇首发九成替补 如今两人各自代表AG和狼队 还真的有一种莫名的缘分 九成和极光在雷霆杯的表现不错 但他们基本上也是无缘世界冠军杯了 大家应该也都发现了 最近各种平台杯几乎都是二队在打 因为一队已经在适应国际服了 九成对这个赛场肯定还有渴望 就看明年的春季赛有没有机会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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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